一 零 恭喜这一位漂亮的小姐 端午节立蛋 台南动物园立的是比一般鸡蛋 大30倍的鸵鸟蛋 还开连线跟北部牧场PK 而来台南动物园 当然不能错过动物明星 长颈鹿皮皮 怎么分辨他们两只呢 最主要的就是皮皮啊 他只要一看到人 就会这样子靠过来跟你撒娇亲近 先不用羡慕 廉价期间皮皮 妮妮都会跟大家近距离接触 谈到拍照不能错过的还有 另外一个动物明星白孔雀 你要怎么靠近他来拍照呢 只要慢慢的蹲下来 他其实就会慢慢的靠近 现在正是凡之期 公孔雀开屏时间长 斗洞代表他正在求偶 也是拍照好时机 除了拍美照 动物们怎么消暑也成为卖点 可爱浣熊开心享受 冰块苹果水浴泡在里头透新凉 浣熊都不肯起来 小朋友看到了可有点担心呢 童言童语也好萌 不止碗熊 来看到金刚鹦鹉洗澡秀 也是好消暑 思雨员用水雾喷 鸟儿都开心展翅 水花喷到人身上也很凉 鹦鹉现在在做什么吗 吃早 感觉好凉快 廉假期间来动物园 排排网美照 看看动物怎么玩水消暑 大朋友小朋友都开心 三星人作为大股仙台南报道 谢谢 aku 谢谢大家